像是台铁今天大改点 除了普悠马号增搬以外呢 平西深奥支线也连成了一气 为了民众可以从金铜平西 一路搭火车玩到海科馆 而为了吸引旅客 台铁还将车厢涂上可爱的小丑鱼和大鲨鱼 希望深奥支线可以成为超级抢手的旅游黄金路线 火车缓缓的启动 被誉为最美丽的支线 平西和深奥铁路段16号串联通车 从金铜一路出发 可以直接坐到基隆海科馆 不必再花时间在瑞芳转车了 从山峰然后再吹进来海峰 让人生就好像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那种感受是非常丰富的 放暑假家长带小孩出游 铁道旅游正夯 平西深奥线开通后 带动沿线的旅游商机 从金铜上车后 沿路会经过平西十分 侯同瑞芳 最后抵达今年初才刚开幕的基隆海科馆 它也是目前全台唯一可以搭火车 直达的博物馆 平西或者到深奥的三个站的话 这张一日游圈其实就物超所值 火车外观七成卡通模样 小丑鱼和大鲨鱼 大小朋友感到好惊奇 而这全台最美丽的深奥支线开通 也让游客们好开心 因为 方便啦 可以一日游喔 UGEN TV邱逸宁宁 蔡宗如李宗憲 终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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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